大家好,欢迎回到松树金语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陶神 就是数学天才陶哲轩是怎么使用GPT的 这是他在开源平台上的一个个人介绍 他特别提到了GPT4对他工作的帮助 写的很详细,我们一下一下看一下 上面的答案是他的介绍和照片 他说,我可以明确的说 Definitely say that GPT4确实为我节省了大量 这个时间啊,让他去避免做很多繁琐的工作 这里边呢,他说呢,他在三四十天前啊 就开始探索这个GPT的各种使用方法 当时呢,他还是比较保守的 但现在他认为呢,虽然不能帮他直接攻克 未知的数学问题,但是呢 处理一些相关工作,就事物性的工作 还是很有用的,这是他的介绍 后边呢,就很详细啊 包括他这些文章,我们点开给看一下啊 那这里边讲的主要几点啊 我们一个一个看一下 那前面呢,就是之前啊 他使用过Deep L啊 那大家知道使用机器翻译的里边呢 这个Deep L是一个很有利的工具啊 德国人也很以他为傲啊 比如在机器学习人工智能 在美国高速发达的今天,一个德国公司 一个小公司,他的翻译工具 他的文本这个工具啊 这个成了这个行业的一个比较 最好使用的可以说 我也一直用Deep L 那陶志轩呢,他曾经啊 把一些段落上传到Deep L做优化 最终呢,他采纳了他的一半的建议 当然啊,也有的这个工具啊 就Deep L优化的呢,和他风格不一样 他就去掉了 他认为呢,这种工具啊 不要盲目的使用的替代 你不要偷懒,全部拷贝粘贴 但是呢,生成一些建议是比较有效的 这一点是特别重要 为什么呢 无论是ChatGPT还是GoogleBod 那他的做出来的文章的可用性呢 当然是越来越强 如果你不是一个很挑剔的人 当然没问题 但是像陶神这样呢 那肯定是他自己的风格 包括写论文的风格啊 各方面完全是有自己的风格 那GPT呢,肯定还模仿不了那么好 所以呢,但是呢 他用他优化 作为建议的优化 他有里边提到了 因为往往这里工具都比较全 有可能自己遗漏的 他家上这个是比较好的 另外呢 他这个陶神圈啊 还挖掘出了GPT工具啊 很多的隐藏功能啊 比如说 他是在各种 在描述各种语言中的 专有名词的推荐发音方面表现良好 就是说 比传统的搜索工具来比啊 他在这个各种语言中 专有名词的推荐发音上 要是很好的 还不需要这个相关的语言知识 第二个呢 是一些文 这个文档格式转换方面 他有他的优势 再一个呢 就是说 比较有意思的 就是特别擅长这个代码格式文档的分析啊 你给他一个错误的代码格式文档 他会给你返回一个正确的啊 比如说 他说呢 要求GPT列举一些优秀学生 可能在本科 线性代数课上提出的问题 他会给出一些很好的例子 这就激发了啊 他说 他对课程的更多的想法 以及一些作业上的一些潜在的问题 所以啊 把这个AI工具 融入到工作 小半个月之后呢 这个淘神宣在3月19号 他总结到啊 总的来说 我发现这些AI工具呢 虽然不能直接帮我完成核心任务 但是各种相关工作 还是很有用的 尽管呢 通常还需要进行一些手动调整 所以 可能 这个淘神的要求比较高 我前面不是发过一期 关于让 BOD直接做一个表格 中国2022年电动车市场的 Top10排名 我觉得那个就可能性很强了 那 另外呢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呢 这个陶志轩啊 还意外发现了使用AI的其他的功能 他说呢 在某种程度上呢 遵循了 坎宁安定律 就是说 指人们纠正错误答案 要比回答问题更快 他说很多次啊 我要求GPT为某些任务提供一些文本 对他的输出不满意 就格式 于是呢 我便刺激我写一些符合 就是更符合我要求的喜欢内容 可能我只会从GPT生成的文本中呢 使用一两句话 哎 但如果没有最初的文本作为提示 我应该不会受到启发 激励我写出新东西来 这个前面说的意思差不多 同样呢 他说我最近需要来联系某个非数学领域的专家 于是我首先问了周边的啊 这个一些同事 他一开始没想到任何建议 然后我就问了GPT 他提供了几个名字 其中呢 有看起来确实合适的 当然 当他把这个名字告诉他同事的时候啊 他同事觉得 哎 这不是个合适的人选啊 哎 绿继呢 又提出了其他的四五个相当合适的名字 这啥意思呢 GPT给出来个名字 他当时首先问的同事的时候 他同事没想起来 GPT给了名字 陶神给了他同事之后 同事 哎 说这个不行啊 我再给你推荐几个 就是触发了他同事啊 这种关联的这个一个就是能力可以说 所以啊 呃 在这个 陶志轩的这个 这些blog上啊 可以看到很多啊 他自己使用GPT的一些详细的想法 包括呢 呃 他已经 就是说 爱上了GPT4啊 因为 呃 陶神呢 除了教学工作之外啊 他在这个数学的很多国际数学相关机构的都担任一定职务 有一些事物性的东西 有一些东西他要来做 呃 他说呢 比如说他需要上一届的ICM上发言人 约200名啊 他的各种统计数据 这跟我们刚才说的电动车意思差不多 呃 根据陶志轩介绍啊 他说这些原始数据啊 不是以电子表格形式啊 而是以网页 就HTML啊 或者PDF格式的这种表格形式提供给的 过去呢 陶志轩呢 一直是他说我比较任命的先把数据手动输入到电子表格 然后呢 查找各种表格函数 找出如何准确计算啊 这种方法 大家表格表姐都知道啊 经常做表格都知道 陶志轩也不例外 好奇怪啊 你说这么大数学家还得自己动手做这些东西 你还还真不如咱们啊 这个大陆的数学家是吧 不光做表格是吧 你开着视频会议边上 还亲你一口呢 助力过来 好吧 不开玩笑了啊 所以呢 GBT4啊 确实给陶志轩带来了这个效率的提升 他感叹啊 他说他期待这个AI集成刀 他使用的各种软件工具中 这样的话呢 连这个拷贝粘贴都可以省略了 看来这个大神后闻的要求是比较接近的 我也讨厌拷贝粘贴了 现在就刚才我们做的那个变动车销量的表格 是吧 我们还需要把它拷贝下来 因为那是一个html的格式的文件 是吧 我还需要重新改格式 哎 那是不是可以直接生成这个xls excel格式的啊 可以试一下 所以这个陶志轩被GBT4折服 我觉得数学家嘛 尤其是像陶神这样的人 是一个很实在的数学家 他和那些作秀的 包括那个签署 要求暂停GBT4更高开发的那些很多这个作秀的政客 是不一样的 是吧 那么我觉得这里边啊 很有意思 希望大家呢 继续关注 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陶神的这个博客 看看他有什么新鲜的东西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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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拜拜 拜拜 拜拜